报 仁安书 节选 作者 司马迁 朗读 剑尼 太氏宫牛马走 司马迁再拜言 少卿足享 囊者辱赐书 较以慎于皆物 推贤尽世为物 一起勤勤恳恳 若望仆不相诗 而用留俗人之言 仆非敢如此也 请略臣顾漏 缺然久不报 信物为过 仆之县 非有剖符丹书之功 闻始兴力 近乎补助之间 故主上所戏弄 昌幼序之 留俗之所轻也 甲令谱 伏法寿诸 若九牛王一毛 与蝼蚁何以异 而是 又不与能死结者比 特意 特意为 至穷罪及不能自免 足旧死耳 何也 素所自肖自肖 何也 人固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何轻于红毛 用之所屈翼也 太上不辱仙 其次不辱身 其次不辱礼色 其次不辱辞令 其次躯体受辱 其次义服受辱 其次棺木锁 被垂除受辱 其次剃毛发 因金铁受辱 其次毁积肤 断肢体受辱 最下俯行 即已 转月 行不上大夫 此言世捷 不可不勉励 蒙虎在深山 百受阵恐 即在剑井之中 摇尾而求食 即微曰之剑也 故事有化地为劳 事不可入 薛木为利 亦不可对 定计于先也 今交手足受墓锁 缸击肤 瀑鸡肤 瀑鸡肤受蚌锤 由于圆墙之中 当此之时 见玉利 则头枪地 是徒利 则心涩息 何者 即威约指示也 即至是言不如者 所谓抢言而 何足贵户 且西伯伯也 居有礼 礼斯相也 居于五行 怀音王也 受谢于臣 藤月张傲 难免称姑戏欲抵罪 将侯诸诸吕 全倾五霸 求于寝室 为机大将也 一者一观三目 几步为诸家前奴 贯夫受辱于居室 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 声闻邻国 即罪至网家 不能隐绝自财 在尘埃之中 古今一体 安在其不如也 由此言之 勇气 强弱行也 神已 何足怪物 福 人不能早自财 神末之外 以烧灵池 至于边陲之间 也乃欲隐结 死不亦远乎 古人所以 众施行于大夫者 代为此也 福人情 莫不贪生物死 念父母 顾妻子 至基于 至基于义离者 不然 乃 有所不得已也 金仆不幸 早失父母 无兄弟之亲 独身孤立 少卿 士仆 与妻子 何如在 且勇者不必死结 妾夫 沐亦 何处不免焉 仆随 妾诺 欲苟活 以泼石 去旧之愤逆 何至 自沉溺 累泻之辱灾 且福 赃货 必切 油能隐绝 况 仆之 不得已呼 所以 淫人 苟活 忧于 粪土之中 而不辞者 恨私心 有所不尽 彼漏 末世 而文采 不表于 后世也 古者 富贵 而名 磨灭 不可生计 为借躺 非常之人 称 言 盖 文王居 而眼周易 众尼厄 而坐春秋 屈原放竹 乃腹 离骚 左丘 失明 绝有国语 孙子 鬓脚 兵法 修裂 不为千属 世传 旅兰 含飞 求勤 睡 难 孤愤 是三百篇 大抵圣贤 发愤 之所为 作业 此人 皆 亦有所欲解 不得通其道 古术往事 思来者 乃如 左丘 吴木 孙子 断足 终不可用 退而论 书册 以书其分 思垂 空文 以自谢 仆妾不逊 尽自托于 无能之词 网罗天下 放逸旧文 略考其行事 踪其忠实 积其成败心坏之计 上计轩辕 下至于滋 为史表 本计十二 书八章 世家三十 列转七十 凡百三十篇 已欲以 九天人之计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草创未旧 惠遭此祸 西齐不成 是已旧即行 而无韵色 谱 承以诸此书 藏之明山 传之其人 通义大都 则谱 常浅辱之寨 虽万倍路 岂有悔哉 然 此可谓智者道 难为俗人 言也 却父下 未已居 下流 多棒矣 谱一口语 欲遭此祸 众为相当所孝 以 侮辱先人 以何面目 附上父母之秋 木户 虽雷百世 垢迷甚耳 是以长一日而救回 居则忽忽若有所亡 出则不知其所亡 每念思耻 汉未尝不发背 占一夜 身只为规格之臣 宁得自隐 深藏于 岩学也 故且 从俗浮沉 与时浮养 以通乞狂惑 今少卿 乃教义 推贤进士 无乃与 菩萨心 辣谬乎 今虽欲 自雕琢 慢词 以自示 无义 愚俗不信 士族 取如尔 要之 死日 然后 是非 乃定 书 不能 稀疑 略沉 故漏 紧 再拜 无乃 不得 再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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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